黄豆生南国 黄豆生南国春来发几只 愿今多彩些此物最相思 黄豆又名相思子 为什么它那么英红那么坚实呢 这里有一段传说 从前珠江河畔有个小村子 一条河把它隔成两半 河北姓徐 河南姓郑 虽然只有一条小河相隔 但两姓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河北有个后生仔叫徐恩书 家中只有一个老母 她个子矮小 却力大无比 很有本领 能填入海底三天三夜不上岸 多少姑娘都注意着恩书 可是恩书只是对河南的郑姓帝有意思 那郑姓帝在河南是百里挑衣的姑娘 外帽长得美 手艺也强 出活细活都拿手 没有人不夸赞她 说没的人踏平了她家的门槛 她总是摇摇头 原来她也悄悄喜欢上了恩书 每当恩书出河榜渔时 信帝总是到沙滩上来捞血 他们隔阂相望 唱着简水歌 倾途心里的爱情 恩书唱 买包花针 贼怒撒呀 妹妹 问真容易 问问难了 信帝唱 海底珍珠容易问呀 凶哥 真心情歌 实在难寻呀 唱啊唱啊 常常唱到月落西山 恩书忘了网鱼 信帝也记不得捞血 每当恩书上山打猎时 信帝总是也跟着上山去割草 他们在山上又唱起了山歌 利刀攒不断红颜涌水 足归付不住情人真心 为是真来我坐线 真心两目线来寻 唱啊唱啊 一直唱到月亮爬上东山 恩书忘了打猎 信帝也记不得歌潮 俗话说 鸡蛋虽密也会付出鸡仔 他们的习作很快给人们知道了 风声传开去 传到了主长郑山叶的耳里 他气得破口大骂 北河信徐的是我们的世仇 就算他主长276梅来求情 我们也不能答应 今天又干出这种伤风伴熟的事来 一定要按足归言吧 有人提醒他说 恩书力大务比 本领高强 恐怕硬的不行 要来软的 可是 尽管他们软硬坚实 恩书还是软的不吃 硬的不倒 弄得他们毫无办法 后来有个狗腿子出了一条毒气 捉恩书去当壮兵 把他送到北方边境去 让他老死一乡 不得生还 恩书听到这个消息 一点也不害怕 可是老母心里大颤 他对恩书说 你有个堂叔在兰阳 还是立即到兰阳 投奔阿叔去吧 恩书拗过老母的意见 只好连夜收拾行李 天不亮就悄悄走了 可怜信地连面都没有见着 第二天 他独自一人来到海边 唱起了那心酸的离情苦歌 蛙针结住沙黎殿呀 胸哥 提起离别 泪水舞亭呀 莫怪潮水 仿常态呀 胸哥 泪水流泻 涨上来呀 他一边唱 一边望着那些过往的大眼睛 被恩书祈祷祝福 五好蓝风 搞坏天呀 胸哥 五好主掌 搞断心肠呀 满堂莲藕花开透啊 胸哥 两大疯狂吹则病口脸啊 唱啊唱啊 一直唱到日落西山 眼泪水都流干了 还在海滩上张望着 第三天 主掌把信地叫到堂前 对他说 阿信 该你有福分 那个恩书给人抓去做猪宰兵了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 嫁到广州去吧 信地怎么也不相信 不管郑三如何花言巧语 他下定决心 除了恩书 谁也不嫁 每天仍然到海滩上去张望 可是时间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 恩书没有一点阴性 信地日里响夜里响 人也变瘦了 面上黄的没有一点血色 眼睛也大了 后来河北的人 才听到确实的消息 当时郑三知道了恩书出洋的事 便买通了珠江口莲花摊那帮匪徒 打沉了恩书乘坐的大眼机 把恩书送到北方戍边去了 信地得到这个消息 像发了风一样 劈头散发的哭了三殿三叶 眼睛也哭得出了血 到了第四天 他一路小跑 跑到恩书出洋的海边 跳到大海里去了 他的血泪洒在路边的树上 变成了一粒粒英红的相思籽 这就是相思豆的来历